嗨大家好 对于入手的M1芯片的Mac用户 如果你想装双系统的话 可能会发现 Mac电脑里 那个叫做启动转换器的应用不能用了 由于新版的Mac电脑改变了CPU架构 在英特尔Mac时代诞生的启动转换器 也就随之失效了 现在想在Mac上安装Windows系统的话 只能通过虚拟机的方式 安装ARM版的Windows10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来看看 如何把ARM版的Windows10 安装到M1芯片的Mac上 以及ARM版的Windows10 在Mac上的软件兼容性怎么样 整个安装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步 第一注册下载测试版的ParisLance虚拟机应用 第二注册下载测试版的Windows10ARM系统 第三根据提示安装软件 并启动Windows10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ParisLance的官网 注册下载虚拟机应用 这个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介绍里 如果你没注册的话 需要先注册 由于我已经注册了 所以就直接登录了 注册完整后呢 下拉页面 可以看到有个下载链接 以及激活密钥 我们需要下载这个名为ParisLance的软件 激活密钥也要保存下来 等一下安装的时候需要用 到这里第一步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下载测试版的Windows10ARM系统 打开这个网址 我们可以看到 要加入微软的软件测试项目 才能看到里面的下载链接 所以我们首先要注册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 然后才能获得外部测试版的下载链接 注册这一步就不说了 大家应该都能完成 然后获取外部测试版的下载链接这一步 需要有一台运行着Windows10的电脑 并且这台电脑要登录刚才注册的那个微软账号 我是在运行Windows10的Mac上做完这些步骤的 按照微软的这个安装提示 我们需要去设置 更新和安全 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里进行一些确证操作 统一一些相关的用户协议 然后充起Windows电脑 刷新刚才的网页 才能看到按摩版的Windows10下载链接 其实我们上面做的这些操作 只是为了加入微软的这个软件测试项目 因为只有加入后才能看到 按摩版的Windows10下载链接 我们并不是要给已久的Windows10系统做更新 大家不要混淆了 按摩版Windows10接近8GB 等下载完成后 我们把刚才下载的这两个文件放在桌面上 装机Pyreelance 按照引导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安装了 在安装的过程中 需要使用刚才注册的Pyreelance账户密码 以及激活密钥 漫长的等待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在M1芯片的Mac上使用Windows10了 当然 由于按摩版的Windows10还是测试版 所以有些应用还不支持 比如Windows10到在上面是打不开的 招商银行的应用虽然能打开 也能识别到连接在MacUSB接口上的优顿 但界面显示的却是各种乱码 一些常见的应用比如EDGE、Chrome、微信 这些倒是没什么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 我目前看到的是 只要是英特尔X86架构的64位应用 一般都可以正常用 由于我个人在Windows上出了Oi中一下网银 其他的功能基本不用 所以装完这个Windows10蓄理机后 也就是断断续续用了几次 整体上还算正常 Oi中容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需要长时间使用的话 那感觉肯定是不如原生的Windows10笔记本 M1芯片的Mac在运行Windows10的过程中 没有感到明显的发热 也没有听见风扇的声音 看起来软件兼容性做的还不错 视频的最后说一下 如何卸载这个暗幕版的Windows10 毕竟它占了十几个G的空间 如果你体验完了不想要的话 可以在Mac的关于本机 存储空间 管理里 看到拍摄上是蓄理机选项 把这个文件清除 就可以删掉Windows10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欢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谢谢观看